消息說新增最少1,160宗新冠病毒個案 初步確診最少800宗 因為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的 深水埗赴倉村赴月樓完成兩日遺風強檢 一共有4,820人次接受檢測 一共發現29宗初步陽性個案 大局派員到訪875戶 76戶沒有人應援會跟進 赴月樓原定昨天早上解封 但發現22宗初步陽性個案 決定延長遺風強檢多一日到今早完成 另外同樣因為污水驗到新冠病毒 昨晚在遺風的大埔、弘福縣、弘勝角和弘志角 今早完成檢測 其中弘志角530個居民接受檢測 發現4宗初步陽性個案 弘勝角就有大約500個居民檢測 沒有發現陽性個案 但一個樣本需要再次檢測